你知道我找這條綠色的內褲找了多久 我超想找這條綠色的內褲給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靈邦 今天我請了一個重量級的嘉賓 最近很Hit的一個節目 叫全民造星3的十強 Alina Hello 多謝你的邀請 我想問一下 在這個十強 你由這麼辛苦 從西村菜到十強 講一講你的心路歷程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實你的心態有沒有一種壓力 例如大嫂嫂 或者因為你已經有一點出角度 有沒有壓力 其實我沒有什麼壓力 剛剛報名那一刻 之後就越來越大壓力 因為當你正在比賽 你認識多了你身邊旁邊的朋友 然後你發現他們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簡直是覺得自己 如果我入到十強 我真的要拜神 但是當初我地方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原來 這件事會是這樣 就是想著五強可以 因為那時花姐是這樣說的 是花姐說的 我就覺得我都可以的 我都有信心可以做到 但是之後你看到 你會有什麼好看的 就是那些花姐的 全部他們這麼厲害 搞什麼 其實十強都很好 OK 起碼你真真正正的十強 其實我是每一晚 我每天都在看 永遠 完全是永遠 我一 二 三 全部都看完 我和我老婆在電視上每晚播放 很厲害,她好像比我更熟悉 我作為一個參加者更熟悉 《造星》是發生什麼事 那不是,我們只是小粉絲 所以今天很開心,就請到Alina過來 我會說一說她的命格,說兩句 但我很想知道,有什麼難忘的事 比賽的趣事 其實我最想知道,就是鏡頭看到的你們 以及背後的你們 譬如我經常想知道,這麼多舞步,怎麼記 你只記了幾個步驟,我和我老婆都說 不可能 還要給你幾短時間去預備,例如一首歌 可以說一下 其實是真的很短時間 記了步驟,我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訓練了很多年 即是你同時要聽音樂,要記了步驟 還要有一個表演的樣子出來給觀眾 其實我覺得只是練習 就是竭門就是練習 練到你做到為止 還有我看到你那些全部都是超高難度的表演 玩命 不過決賽的動作,即爆旋陀螺的動作 是真的為了決賽而練的 即是有些人會說,你之前是不是做過 不是的 我第一次練習的時候,那個樣子是壞到不得了 不是,我怕你掉膠 是,幸好不會飛出來 因為我有想過,其實 有些人說會不會飛走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你有些肉軟住了 即是你最多掉膠 肉軟住了? 是不會分開的 斷了,然後剩下的肉 是,還有些肉軟住了 所以是不會飛走的 我有研究這個問題 但是我自己覺得很容易發生意外 因為你知道你的命盤 的確剛剛這兩年 尤其是20年 其實我看回你的疾病功 你真的容易出意外 其實你是很薄 這件事 都是的,其實我是很容易瘀傷的人 即是之前有一回合 就是Hey sister 就是穿到整個肉蟲 那個最性感的表現 就是有肉蟲 那一回合 就是腳不是撞的 是銀魚回來的 之前社交媒體有貼貼那張照片 是,銀光了 銀下的鐵架是銀魚 但是 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特別覺得很痛 我就不做 反而我會忘記了那個痛 因為我知道我最終的目標 我一定要把表演做好 OK 做你們這行 其實也挺講過觀眾緣 一會兒我會講一下怎樣看觀眾緣 就是觀眾緣 第一面上要看一下 還有那個命格其實都有 那你也有 我覺得我差一點 觀眾緣 其實觀眾緣也不一定是全世界要喜歡你的 就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永遠都有一些 或者有一些支持你的人 但是有些前輩告訴我 其實你說要找粉絲 你寧願要有一千個鐵粉 比你有一萬個不知道什麼粉絲 確實 都是的 所以我覺得你不用擔心 你有那些觀眾緣 只是我覺得 我還未說是完全出現 因為你的命格其實是叫做 坐貴向貴格 坐貴向貴就是去到處都是貴人 就是那些人看到你兩夜相處得多一點 他都願意去幫你 我是的 可能我養生的衰 我都真的死好命 死好命 因為那些人看我的眼睛 就覺得我很兇 很有距離感 其實不是的 是完全一點都不兇 我還覺得他挺好笑 挺弱智 可以很弱智 有少許低能 挺好笑 而且反而是很少女的 我覺得是很容易相處的個人 而且是很勤力 我想那一陣子 由你開始和你聊天 到看到你 我便說你瘦了多少磅 我可能瘦了十多 十多磅 神經病 可能那一陣子太忙了 我想應該很大壓力 因為之前我也做過一個 美國的選手節目 叫全美超模大賽 我是做評判 就是一個嘉賓的評判 說他們兩句 他們就立即爆哭 我想他們的壓力是很大 而且 不知是否習慣了那些參賽者 一個哭就變成了 第二個又哭 是嗎 因為那種經歷是 是呀 你明白我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有一個共鳴感 好像那個叫共同潛意識 共同潛意識 這個哭 然後其他人就不知為何又會開始落淚 然後這個落淚 那個又落淚 是呀 是呀 令人人都很容易哭 情緒很波動 因為我看今集的人比起前兩集 好像特別眼淺 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何會特別容易哭 可能他講一兩句 你就很有感受 我想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經歷 其實哭就不關那個人給你的評價 我不是 因為怎樣說呢 頭兩屆都是素人 你沒有那麼多經歷 你不會知道那個感受是怎樣 或者你堅持那麼久 繼續在這一行走 其實中間的堅持是多麼難 其實我也覺得是很辛苦 是呀 那你為何會繼續堅持呢 你也可以說一下 嗯 可能我 就是有些甚麼想做到 給大家看看 還是怎樣 其實是真的很喜歡表演 嗯 因為我覺得表演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去治療人 亦都是治療自己 嗯 我也覺得是 是的 不過我覺得你 你一定是一個表演者 而且我 經常有一句名言叫甚麼 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完全我覺得是在畫面上 已經看到Lena 是很出色的表演者 我想你那些事不是用一年半載的時間可以做得到 可能我的命都是這樣 你完全是那些花式馬戲團那些 那些甚麼 但我要出到這樣才有人見到我呢 但我要出到這樣才有人見到我呢 我多慘啊 那當然啦 你唱歌你都是今年才開始 那你唯有就是要靠跳舞 那也都鍛鍊到一個好身材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真是你的功力 在表演藝術方面已經完全足夠了 那樣子又有了 那還想怎樣 是不是 樣子可以漂亮一點就好了 還有那一天你那個服裝呢 很棒 很棒 我沒有聽話 很聽話 其實我叫他穿那個紅色的 我有一點點意見給他 我說那晚穿紅色旺 穿紅色都OK 芳芳師傅是說要穿綠色和紅色的 因為我需要木和火 是嗎 聖誕樹 聖誕節 那我就想聖誕樹怎樣穿出來 雖然那天是Bossing Day 但我沒有理由穿到聖誕樹 那我就想 其實我的歌曲都很霸氣 其實紅色是很適合 那綠色是怎樣算呢 綠色可以穿在哪裏呢 你猜一下我穿在哪裏 我穿了他的帝褲 你知道我這條綠色帝褲找了多久 我超想找一條綠色的帝褲給我 綠色的帝褲好像沒見過 真的很難買 不是開玩笑 你試試上去Google搜尋這條綠色的帝褲 是很難買的 下次應該在Instagram上展示出來 阿婆的帝褲很多 但你可以穿OnShow的綠色的帝褲 大多都是玉色的 我都沒聽過 我問了很久 綠色我真的沒聽過 黃色我也有叫我老婆買一下 因為新年黃色的女士想黃褲 黃褲黃褲黃褲 黃色的帝褲就黃褲 不是穿紅色的嗎 不是紅色的 但我們的家族流傳下來 我們家族的女士 就是老婆穿黃褲 就是旁邊的丈夫 那旺自己呢 旺自己紅色是可以的 你說新年流流 你說打幾圈麻醬 紅色可以的 以後聖誕樹的東西都關我時 我會懶著它 那你日後還想繼續 會不會想唱歌還是怎樣 想唱歌我不抗拒 大家不介意用你的耳朵 來聽我唱歌 也不抗拒 練習的 這些東西跟跳舞一樣 因為我是天生不合格的 所以我跳舞其實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都可以的 我做到大家都做到 我的名格是這樣的 我不是太明白 怎麽不合格 跳舞是完全要手腳協調 但為什麽你會說自己不協調 我是練習的 我是真的不協調的 我第一、二年在APA上課的時候 我是每上完一課出來都是哭的 有沒有說你那個舞蹈的路程是多少年 我由18歲開始跳 然後進入APA全時訓練了五年 然後就出來做商業 到現在 那十年 真的十年功 不是開玩笑 台下十年功就是這些 為什麽我會出來哭 首先我是一個對自己的要求非常之高的人 看得出來 還有不協調是頗辛苦 但我沒有把自己的焦點 到不協調的事情 我只知道我一定要做到 所以我是很大壓力 即是甚至我有一年 即是搞不定要去看學校的心理醫生 OK 有這麽嚴重嗎 是的 因為很辛苦 即是老師推薦我去看 因為我是每一堂 每一日 因為啤梨堂每一日都有 你上完那個啤梨堂 然後你就出來哭 或者有時大壓力到 我想上一堂 老師可能說你的手可以怎樣高一點 其實他是善意的 但我是哭了出來 為什麽我的手不可以高一點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表演者的那條路的確是難走的 所以表演者 一會兒我都會分享一下 就是在那些命格 多數為何會是殺破狼的命格 都有機會做一些 就是表演者 尤其是貪狼 貪狼就是以前古代 不是說你們 是表演給別人看 跳舞給別人看 或者唱歌給別人看 他們是要用一種很艱苦的毅力 因為殺破狼就是破軍 突破破舊立身 他一定要用狗牛二虎之力 這樣衝出來 所以表演者的那條路的確不容易走 還有很多人 我想看不到他們背後的努力 只是說表演不好看 或者是很簡單的說一句 我覺得他們做得不夠好 但是其實是否真的這麼簡單 我覺得其實是很多他們自己的表演者 他們在鏡頭面前表演給你看 但是其實他們有時看到一些 例如是留言 或者是他們做得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他們願意聽 但有時可能一些很困難的留言 就會變成都幾傷心 會不會 少少 現在習慣了就OK 而且我覺得要接受 譬如我接受自己的唱歌是難聽的 而且你接受 應該這樣說 一定有不好的東西 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人 你一定有不完美 如果你覺得那些評論是幫到自己的 那你便取消 如果那些評論你覺得 搞笑 那你笑了就算了 真的會舒服一點 那在《造星3》裏面 跟誰最友善 有不可以說的 跟誰最友善 即是最友善 即是在隊裏面 我想應該是在A隊裏面的人 暫時 對 因為其實我們跟B隊 是真的比賽那一天才見面 所以中間 那麼沒有溝通嗎 那兩個星期的距離 是沒有見過隔壁的人 其實是否因為怕洩漏表演情報 不是啊 你哪有時間 一起床就排練 然後排到晚上凌晨2、3時 回家懲罰4個小時 又再出來排練 我看你們好像有些表演 我們猜而已 好像叫到你的時候 已經是凌晨5時 是的 基本上我們每個星期入床 就是由早上的 你當可能7、8時開始化妝 接著就到第二天的6、7時 哇神經病 可以離開ViuTV 即是其實如果你去到 我自己的位置 如果去到那麼早上 你的聲音好像都 所有阿船都厲害 即是差不多封了喉 是的 他們唱歌的那些真是厲害 即是你等 問題是你等了很久 而且你不能溫暖 即是我們要坐在隔壁床 即是你會見到我們在看他們表演 那個Section的位置 其實我們是一直都要坐在那裡 即是如果你要去廁所要申請 即是如果真的旁邊 仍然在運動 那他就會說 那你多喝一會 即是下一回合你才去廁所 所以你長期都是一個很靜止的狀態 你就暖暖不了 通常你採牌 即是應該是之前那天採牌 是的 有多少次機會 一次 每人15分鐘 一次的 15至半個小時 看你有多災難性 我看到播出來 就是花姐可能會給你們幾句評論 你不用告訴你有多有才華 因為沒有人會相信 是的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的 只有一次的 只有這麼多次 沒有那麼多次 然後現在做得不好就沒有了 是的 在表演 只有一次的 只有我這麼多時間 你想想我們算 至少給五次 十次 你排到OK 沒有 當然沒有 你想想我們拍攝 用24個小時 拍攝用24個小時 彩排 即是你拍攝 還說每人都是三分鐘表演 但我們如果彩排每人半個小時 我就要用整個星期才能去 如果我去參加比賽 我肯定會死硬 你叫我記兩句script 我都記不到 不是 練OK是練OK 我都很差 我的腦子是功能不能 我記不到 我全部所有東西都要即興 即興也很棒 我發現即興才好玩 反而 不行的 即是有些東西我都想記一下 但是記不到 不要緊 大字簿在後面 我要先進路 我都會想問你 怎樣分隊 即是你可以說一下 這個我真的要說 就是 因為二汶 一分隊之後 就好像 真的好像有點點 是的 我發現二汶看得很清楚 即是我們第一回合 他都是純粹看我們的技能 去分組 然後到第二回合 他突然間分了我 Cloud Ben 楊玲 我們四個一組 當時 第一次聽到 為甚麼我們四個 好像有少許九不達八 OK 是的 但是 再過了 我想半個小時 或者二汶 他講了一次之後 我就知道為甚麼他這樣分 原來是我們的氣場很遲 還有一種氣質 其他沒有 他覺得我們四個 放在一起 是可以work到一些東西出來 之後他也有講一些星座的東西 就是你的水瓶座 你怎樣怎樣 天瓶座怎樣 你們可以放在一起 那是挺厲害的 二汶也很厲害 是的 我知道他對這方面都有研究 然後我就 因為我聽得出他 你那些導師 都好像挺靈魂的 是的 很靈魂的 很吸引力法則 是的 很吸引力法則 或者是很 在乎你們那些 叫做內心世界的東西 是的 很欣賞這件事 星座也不錯 假設你三個是火象星座 可能是獅子、白羊、人馬 都放在一起 算不算 我不知道 我沒有去深究這件事 所以我也是之後才知道 原來天瓶和水瓶是很合格的 是的 因為是風盛星座 天瓶、水瓶和雙子 是的 是不是雙子 好像Cloud是雙子 是的 這樣OK 這個四大元素 分組機制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我這樣想起 應該有些東西 這些不是觀眾想知道 是的 然後好像的確 真的不要介意 B組 好像A組又不斷贏 不是的 有一回合我們都輸得很慘 戰狼11之前的一回合 我們是扔走了10個人 是不是 一定有8個人 是的 但是接著就 接著就信了 接著就好像不斷贏 因為你們那裡全部都是精英 其實戰狼11 戰狼11是沒有想過贏了5回合 是真的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 我打算節目組 怎樣都要輸一回合 有時候都會 應該會編排的 你都會這樣想 因為我都有想過 是不是一定要什麼 這個贏了 這個贏了 然後就變成要加插 再加一個最終回合 是的 我有這樣的感覺 我不知道 但我在裡面都是在看比賽 還有我想過 他們20進10的時候 是會事先安排好配合 誰知道他真的在玩現場抽籤 因為我知道他們有些人是很想要的 這些是好聽的 還有沒有多些東西爆 沒有 最後就是他真的抽籤 我打到他不會真的抽籤 不過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都挺講運氣 也是 這行 例如剛好 Manson對你 這些不是沒有那麼好運氣 對吧 我覺得他很運氣 我當然想死 他不是好運氣 或者好像 葦璇對 Carmen 我覺得 如果Carmen不是對葦璇 應該對其他人都可以贏 他那天的狀態很好 沒錯 他那天的狀態真的很好 所以其實娛樂圈 都是挺看運氣 我都認同這件事 但是 我亦都相信 努力是 不是 努力一定要有 我覺得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所以你有一個努力 我覺得 很多人接下來就會看到你的努力 所以就 你要加油 好 我一定會加油 還有接下來你的運氣 一定不會差 所以 我戴運氣 我戴運氣好像正在來 看好你的 看好你的 即將轉運 好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要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還要按鈴鐺 一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